詞曲 李宗盛 teachings 字幕 請 謝謝 的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也很快就快地有 了 一年多年 我小朋友是13年出生 我們11年結婚 有沒有因為小朋友的出現 令到你對工作四方面有些改變 也有少少的 其實當時我生第一個小朋友之後 我辭了銀行的份工作 幾個原因 當時在銀行工作了六年多 感覺好像有少少去到瓶頸的位置 好像卡在這裡 你看上去升 因為當時做窩倫很少人的那張桌子 好像進升的機會又不是很大 你繼續每一天去做同一件事 其實我知道每一份工作也好 每一件事都是重複每一天做的事 你都會覺得悶 當時也有少少這種感覺 覺得很想轉換一下環境 剛好生小朋友 我先生提議不如當自己休息吧 你想想自己想做些甚麼 照一會兒小朋友再找 所以當時覺得好 不如休息一會兒 拿照小朋友做一個藉口就辭了工 那她的公司有沒有流離 覺得好像很可惜 也有少少 但後來你知道銀行界其實 因為我辭職是13年 你知道近幾年銀行的風氣都是一般的 環球經濟那些 所以她們當時也有財源 都沒甚麼所謂 而且因為我放完產假就遞訊 基本上我沒有回去就走了 其實好像她們也有些想到 你會不會呢 不知道 但我不管了 但其實在那間公司你做得開心 也不錯 只是純粹想休息一下 而且我也要感謝這間公司 因為她真的給了很多東西給我 我現在的先生也不會有現在的家庭 我知道你最近又再次做媽媽 真的恭喜你 很開心 是一個女生 是女生 所以現在可以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 真的很開心 這應該是一個人生 好像上天送給你一個禮物 也要感激 尤其是最近大家在說 要讀好多少月份餐給小朋友 那我又覺得 這個是真是一個祝福來的 真是上天給你的 其實有時候很多東西你計不到 這個是沒有計劃的 其實這個是我們是想再早一點的 本身 可能早多半年左右 但是也有開始嘗試 但也沒有成功 後來也是覺得沒所謂 通常都是這樣的 你越想要那一刻你就沒有了 然後慢慢來 不要緊的時候就來了 那現在